哈囉 大家好 新年快樂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款新遊戲 這款遊戲的名字叫暖雪 就是現在看到我畫面上這款遊戲 它叫暖雪 它是今年的一月低左右發行的遊戲 它的價格是298元 那我直接開始就說明對它的評價好了 我覺得它298塊 遊戲內容 整體來說滿分五分的話 我會給 3.5分吧 我覺得是值得推薦 值得未快玩的遊戲 它全場遊戲時間 大約是 3到4小時 那當然可以一直過下去 它是類洛格的遊戲 如果你死掉的話 你可以提升自己的天賦 然後再重來一次 它會一直不斷的輪回 那其他王就 可惜一點是它王的數量有點少 它王的數量只有五隻 這是比較大咖的王 只有五隻 我覺得欠加欠少 然後它的特色 就是它其實有些核心力量明節功效 這些是會去收集一些物品 那物品的話 你可以選擇這張搭配 4種 你可以自己搭配 它會有些效果 這樣子 那也當然有你的中派能力 技能 就是你技能可以 一直去學 一直去學 但應該是有一定的上限程度 就是你不 學到一段時間 一定一定的進行之後 你就不能再繼續學 那它的配法就是 武器 配上的這些基本的天賦跟技能 那你要一直去 閃妖除魔這樣子 去拯救這個世界 它的背景是很簡單 就是拯救一個被妖怪動亂的世界這樣子 它的 它取名叫暖學的原因 也跟故事背景有關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玩玩看 那我覺得是非常值得推薦的款遊戲 雖然它 應該也是一門而已啊 我自己是玩三到四小時 就差不多過了 就主要是你要去探索啊一些 物品跟道具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這款遊戲 不適合去找攻略 為什麼不適合找攻略 因為 你找了之後當然 因為他王就那幾隻嘛 你找攻略知道王的 打法幹嘛 你就缺少一股一股樂趣 就是你不能去研究王會怎麼 怎麼打 這樣你就會 你就一次就過完了 那你要過什麼 當然我相信 這個遊戲還是運氣存在 就是你有些武器跟這些 道具的收集也是跟運氣有關 你不可能收集到非常好的東西 那一次過 我覺得一次過很難 大概過十次吧 來到王關 最後一隻王 那 那也是因為運氣好 我其實是大第九次之前才打到第二隻王 那 第14是剛好真的是 收集到我覺得 這個這個搭配超適合 然後就一次推到底了 我也是很驚訝 但 推到底還有一個彩蛋 就是最後一隻王有彩蛋 不是彩蛋 最後一隻王有陷阱 我只能這樣講 就不劇透了 不然 我就在跟你們講攻略沒什麼兩樣嘛 對不對 那他的玩法嘛 給大家看一個那個 實際的影片 就這是最後一隻王啦 那你看我收集到很OP的東西 我就要這樣黏著打 其實基本上 很強啊 我這種這種打法很強啊 這隻可以貼著打 血量一直保持滿的 很順利就 就往下推了 基本上都是無損無損在打他 就 我只能偷偷到這樣子啊 我應該我就不去偷偷一些其他 我的天賦啊幹嘛 如果沒有興趣的話可以再問我 那基本上就 大概是這樣子吧 反正是一款值得推薦 值得推薦 等等的推薦 那 如果你有玩過槍火重生的話 我覺得也算有點像啦 哎呀我覺得最像的應該就是那個 那個 那叫什麼 那叫什麼 這款遊戲突然忘記了 鬼谷八荒 對鬼谷八荒 覺得很像 就是一樣是砍砍殺 然後這樣子 dash 幹嘛的 啊他 他那個每一個 每一個道路都會有一些 就是隨機的 就是你去這個應該就是拿道具 這個的話好像 不知道什麼好像沒什麼東西 就實際先給大家看吧 然後記得去看你的吃套能力啊 就是你發 我是用年級 就是你使出飛劍之後可以 使用劍板或是還可以強化你下次攻擊力 每一個天賦都不一樣 當然你越過到後面東西就越多 就是你累積的能力會越強 那也會有更多幫助你的人這樣子 當時可能沒有啊 那你看就是開寶箱這樣子 那就是我剛剛講的那些道具 就有一個主要的核心 然後配什麼東西 配力量 免結功效這樣子 那基本上武器他也會 有一些磁條 他會配到你一些 既有的核心這樣子 大概介紹到這邊吧 然後這個就是 中法秘籍啦 他這是回血的地方 就是打完可以回血 如果有興趣的話 真的是值得推薦啦 可以玩玩看 那我看很多人都玩 二十幾個三十幾個小時都有 就是他是一款 會上癮的遊戲啊 單 王舊那幾隻 但你們可以自己去搭配你們 要什麼 什麼 搭法這樣子 那這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觀看各位拜拜 拜拜 拜拜